哈喽大家好 在家炒丝瓜炒蛋的时候 先炒丝瓜还是先炒鸡蛋呢 相信很多人都做错了 今天大厨教你正确丝瓜炒蛋的方法 不出水不发黑 超级的入味又简单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先准备一些新鲜的丝瓜 把皮我们给它削掉 取完皮的丝瓜切成拱当块 然后把丝瓜放入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里边加一点白醋 这样防止我们丝瓜氧化变黑 再加入清水 把丝瓜浸泡起来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搬中 打入三个公鸡蛋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 我们开始喷嚷 锅里边加入水和油 油热到我们搅拌好的鸡蛋 把鸡蛋快速的给它翻炒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捞出来 开始加入一些食用油 油热 下入大蒜爆香 喜欢吃辣的可以下入些辣椒 再下入我们切好的丝瓜 快速的把丝瓜拌上来一起 然后下入我们炒好鸡蛋 开始调味儿加入蚝油 一小时盐 少许的生抽酱油 然后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鸡蛋和丝瓜在锅中 翻炒了2到3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丝瓜炒蛋 就做好了 炒出的丝瓜 非常的翠绿一点也不发黑 而且根本没有很多的汤汁 鸡蛋也非常的鲜嫩 吃的不腥不柴也不发老 今天正确炒丝瓜炒蛋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超级的简单 先以您看到这里已经学会了 赶紧收藏起来 大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就看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